台湾当代朴朴艺术油画大师朱有益 持续在创作上尝试不同的主题以及绘画手法 推出崭新画作 而这一次它是以松树为主题 展出一系列的油画作品 采用鲜艳明亮的颜色画出高大挺拔的松树 还以黑白混色将时长与松联想在一起的龙 也融入了画作里头 质感蜿蜒如宫 高大挺拔的松树 画坛大师朱有益用高彩度的色彩 让松树用崭新的样貌 在巨幅画作里 在浅白色调密密麻麻的山丘前方 昂然挺立 松树它本来它就有很多的一个 包括君子的这种艰辛或者是说强韧 这种人格之美 几乎都是以松树这个为一项 以松作为主题 画坛大师朱有益酿了三年 展出一系列油画立作 还将松树与和松树相伴相生的龙的意象 运用现代画风共生相容 龙本身它是一个能幽能明 所以说我们大部分用很多黑白去做一个混色 然后很多的色彩就隐藏在里面 然后让它有一种要动的 产生一种力量的感觉 龙以神秘的形象 穿梭在每一幅画当中 不过在这幅藏龙里头 观赏者得细细观察其中的选机 里面有五只龙那可能要由观者自己去寻找 就用一个黑色燕料 直接冲撞这个画布 让它产生增加想增加它的整个龙 它们几只龙在玩游戏的那个状态 让它整个气整个动起来 而这幅球呢 左右两只龙在空中盘旋 下方还有水管及盆栽 解尸与神话两相结合 也是诸有意的创作巧思 古人诗词的异象 引发了美孚画的创作灵感 而当初会接触到松 也来自一次的姻缘际会 朋友他有买了一块山坡地 那他想要把它种满了松树 然后就带我去看很多的松树 然后后来我就也自己也喜欢上松树 然后也跑到青都去拍了一些松树 松树在东方文学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朱友义也着手画松 以纵横交错色彩碰撞 多样化的手法在创作上不停冒险 为民众带来一场场视觉饗宴 记者黄胜文章浩浦台北报道